大家晚安 今天持续是东北季风影响台湾的天气状况 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今天云量还是偏多 同时阵风比较大一点 所以风大又比较低温 吹起来真的是感觉蛮凉蛮冷的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位在下风处 所以今天天气状况很晴朗 而且中午的高温也都有回升到20度以上 虽然是比较舒适 但是月夜温差大的天气状况 今天南北天气大不同 预计明后两天也是会维持这样子的天气状况 可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 大环境还是盛行着东北风 所以依然是只有在迎风面的北部 跟东半部地区云量稍微多一点点 中南部地区接下来这几天 都是比较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那么进一步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 可以看到预计在接下来这几天 主要降雨的位置都会落在 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东北角伊兰还有北部的山区 因为接下来这几天的水气 大气中的水气是比较少的 所以主要降雨的地方就是在迎风面的这些位置 西半部地区因为是位在被风测 降雨的几率就不高了 越往南走就会越加的晴朗 而且这样子微弱东北风的天气情况 还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二左右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降雨的分布都会差不多 主要就是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东北角伊兰还有北部的山区 其他地方都是维持多云到晴朗的稳定好天气了 那么在温度的变化这两天的确是比较冷一点点 明后两天东北风稍微的减弱 高温在北部地区渴望回升到18度到20度左右 不过整体来说其实感受上还是比较凉一点 真正要明显感觉比较温暖得等到下个礼拜二之后了 那么在中部南部地区中午的高温其实都可以来到23度到24度 南部地区甚至可以来到25度的高温 接下来这几天其实都是比较温暖舒适的天气状况 只是清晨跟晚上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低温还是有机会降到只有15度到17度 所以是提醒大家日夜温差大早晚外出 还是要记得加强保暖的工作了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以及明天白天呢 就像刚刚讲到的是吹着微弱的东北季风行天气 所以在基隆被害岸东北角跟宜兰地区都有机会下起 一些短暗阵雨云量也是偏多的 那么西班牧地区就是多云道晴的天气了 但是就要留意空气品质 虽然说天气状况不错 但是因为是盛行着东北风 在下风处的高雄跟屏东呢 污染累积的状况就会比较明显了 提醒敏感族群外出还是要记得戴好口罩 做好呼吸防护 最后呢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接下来这几天呢都是持续东北季风行的天气状况 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啊 都是属于风大低温的形态 提醒大家在衣着的部分呢 最好是穿着防风保暖的衣服会比较好 那么在北海岸跟东北角 还有机会出现短暂震雨 如果您要前往这些地方的话 要记得攜带雨具 中南部地区维持夜温差大的天气状况 早晚外出也是要记得加强保暖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